只因老太给了三个指甲给女孩 这一刻女孩眼睛变成了黑色 而她也成了一台恐怖的杀人机器 现在只需要奇亚许愿 她就可以实现任何一个愿望 包括让她杀了眼前这个正在追杀她的哥哥 但是伊路米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慌张 她在验证一件事情 拿尼加的能力同一个人是无法连续使用的 她想看看奇亚是不是还隐藏了其他的规则 哪怕奇亚杀了自己 奇亚肯定也会因为痛苦而永远记住她这个哥哥 事实也正如她所想 奇亚确实下不去手 虽然是职业杀手 可她的内心依然善良 但她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 此时在暗处还有一个变态存在 西索现在的想法是 先杀了拿尼加让奇亚憎恨她 在与她为敌的过程中 西索再把奇亚给杀了 让伊路米再继续憎恨她 这样想想就觉得刺激 实在是非常符合这变态的形式作风 而这个时候奇亚会怎么选择呢 难道真的杀了自己的大哥吗 可现在不这么做她又无法逃脱大哥的魔掌 陷入两难的她甚至已经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她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 她竟然让拿尼加治疗好老管家的手掌 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其实奇亚是想对伊路米说明 拿尼加的能力用来治疗上 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只见一阵闪亮的光芒过后 老管家的手就那样神奇地复原了 而拿尼加也是非常高兴地转身 只是对奇亚提出一个要个夸奖的要求 奇亚自然不会吝啬 摸了摸她的头之后 拿尼加就睡了过去 看来治疗确实不是她擅长的 奇亚说拿尼加并不是邪恶的人 只是利用她的能力的人邪恶罢了 并对伊路米说 如果以后把拿尼加当一个物品的话 以后就不再承认她这个哥哥 伊路米也明白了她的用意 如果这一次治疗小杰对家族产生不了威胁 那么她也不会再对亚鲁加出手 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明确 她知道了拿尼加的规则 好像在奇亚身上并没有限制 那么可以肯定她一定有什么事隐瞒着她 她表示自己是不会放过亚鲁加的 看着伊路米离开的身影 奇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她才不会将秘密告诉她大哥 难道自己还要让对方把念针刺入她的脑袋吗 而另一边的西索健壮也离开了这里 可以猜到这家伙的心里肯定很不爽 此时她急需要处理一个人缓解一下 之前对付她的参加选举的那家伙还在演讲 发动猎人们给她自己拉票 然而她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死神已经在向她靠近了 就在她向莫老五撕下拉票之时 门已经缓缓地打开 莫老五本就不想与这种人为伍 小节开始逆天的治疗